欢迎来到临时课站,我是美丽 1985年10月5日 正在北京301医院养病的梁兴初将军 心情非常好 这一天不少老战友、老部下都来探望他 看到梁老将军气色红润、谈笑风生 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 大家走后 梁兴初习惯睡觉前看看报纸 了解一下最新的国家大事 可是看着看着 梁将军突然觉得心口疼痛起来 而且越来越严重 身旁的工作人员急忙叫来医生 不巧的是 当时正值国庆 梁兴初的主治医生放假了 不在医院 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通讯设备 一时联系不到那个医生 医院只好重新安排了一个医生 但这个医生根本不知道梁兴初的病情 只好从头开始做检查 又是凉血压 又是做心电图 一通忙活后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 就这样 梁兴初将军在当天晚上就与世长辞 享年73岁 听到这个噩耗后 刚刚来探望过他的老战友们 疑问田英 纷纷指责医生 玩乎指手 出现了这么重大的医疗事故 甚至有人提出要做尸检 看看有没有严重的医疗失误 但是这个要求被梁兴初的夫人任桂兰谢绝了 老太太非常了解梁兴初的宽厚为人 一定不愿意因为自己让医生受到严厉的处分 而且任桂兰知道 丈夫的心脏病是因为几次非人的折磨造成的 并不完全是医生的责任 那么梁兴初究竟是怎么患上心脏病的呢 这还要追溯到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 1938年 梁兴初正战斗在苏鲁豫抗日根据地 担任苏鲁豫支队大队长 与日伪军转战于山东微山湖西地区 众所周知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 左秦阔大化的时期 受苏联苏反运动的影响 苏区也大肆举行苏反运动 造成许多优秀干部被错杀 梁兴初所在的湖西地区就是如此 当时这里有两个王明的死党 一个叫王凤鸣 一个叫王虚人 被称为二王 仗着王明的势力 在湖西根据地开始了苏反那一套 他们看梁兴初不顺眼 就把他抓起来 污蔑他勾结日寇 梁兴初是热血虎将 当然不肯承认 二王就对梁兴初进行了严刑拷打 各种对付敌人的招数都用上了 梁兴初始终没有松口 二王就想了个新办法 把电话线当绳子 捆在梁兴初身上 然后通上电 给梁兴初施以电刑 电流通过梁兴初的身体后 犹如万根钢针在身体各处穿流 心脏更是犹如被人用脚剧烈践踏一般 欲诈欲裂 即便是这样 梁兴初硬是咬紧牙关 几次昏死过去 依然没有向二王妥协 幸亏罗戎环及时赶到 在二王的屠刀下 抢下了梁兴初 救了他一命 不过 这个比钢铁还硬的铁匠将军 从此心脏就留下了后遗症 经常有心悸心颤的毛病 梁兴初虽然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好 但仗着年轻 身体强壮 再加上军武繁忙 因此一直没有把这个病放在心上 能拖就拖 一直到了晚年 梁兴初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心脏病的隐患 也开始渐渐显露出来 最终在1985年10月5日 突然爆发 遗憾离世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